哈喽大家好,欢迎回来万国觉醒 那么在KVK6里面呢,我们是把编点史马上进行到关卡7的开放了 关卡7应该就是在接下来的这一周会进入完全开放状态 那么到时候呢,又是会有一场大战等待着我们 所以今天呢,为了对接下来的战斗做好充足的准备 我们将把积攒已久的装备图纸以及材料全都尽可能的用掉 然后更新一下我们的步兵,骑兵和弓兵的装备 我们是在半年前呢,打造了我们这一套最强的步兵装备 那么当时呢,是一套最强的步兵装备 但是现在又过了半年,我们又有了更好的装备图纸 所以今天应该我们是可以做出来更好的一套步兵装备 首先呢,我们要进道具界面 把我们积攒已久的活动宝箱全都开掉 这边有很多活动宝箱是给材料和图纸的 有40个阿英宝箱,25个黄金之国的宝箱 225个一人之鸽,基本上积攒了半年 所有一人之鸽的宝箱都没有开 还有210个赛琉利的宝箱 我们一个一个全都开掉 有3个橙色的图纸 还不错 黄金之国的话,给了3个头部的几色图纸 平之鸽的话 然后给它蓝色的宝箱比较多 一个手部金色 3个脚部的金色 最后210个赛琉利的宝箱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还要开出弓兵,骑兵,步兵的金色随机宝箱 这三种宝箱呢 都会随机开出三个兵种所对应的金色装备的图纸碎片 这边我们攒了21个弓兵的 还有56个步兵的 以及28个骑兵的 那么这边加上我之前攒下来的粗子碎片呢 我们应该是可以打造一套金色的了 接下来看一下材料够不够 之后呢 我们再把这个紫色的开出来 然后其余的各个部位呢 我们可以先补用去开 也会是进入端造界面呢 我们可以再用这些图纸去补 这边开完箱子 我们回到铁箱铺 来看一下我们都可以打造什么装备 大家看一下我们这边是可以做出来步兵的 这个套装部件的 以及之前我们换的一个饰品位 加上西奥归图的一个图纸 然后大量的紫色都是可以做出来了 那么今天我们的锻造顺序呢 应该是先去做紫色的装备 我们准备做出来最好五套 步兵的装备 之后呢剩余如果图纸够的话 我们会继续拆分紫色的 然后重新做紫色的 尽可能的呢去多做出来专属的装备 那我们先来做步兵了 步兵的手套呢是可以先做 第一次的话是没有出专属 在接下来断刀之前呢 可以先看一下我们缺哪个部位啊 我们紫色的呢是查理马特缺一个武器 接下来断大呢这边是没有手部和头部的专属 然后第三套步兵装备呢 我们现在还是一套蓝色的 可以把头胸武器和腿 都是做出来一套紫色的 这个头部直接出了一个专属 我们做出来步兵的 然后胸部 来再造步兵的奎言之魂 腿部的卡路拉克 又是一个专属 今天运气还不错 以及武器 凝落 这样呢我们就又攒出了一套 一整套的紫色装备 可以先给换上 我们先把这个专属的全给换在一个人身上 剩余的呢我们全都换成在狄刹仪式身上 剩余的呢我们全都换成在狄刹仪式身上 接下来呢我们再做一套紫色的 那么回到铁箱铺继续来做 护兵的装备 凝落呢我们是可以再做一套 没有出 进来紫色的胸部呢我们是没有涂纸的 来看首部 用的是没有出专属 来看 首部的紫色图纸呢应该也是没有了 那么接下来看卡路拉克千讯 出了一个专属 最后脚步呢是寒冰之镜 这边我们又做出来了一套步兵装备 这套装备呢我们给哈拉尔穿上 现在呢我们就是有四套的步兵装备了 哈拉尔 亚莱山大 卡里玛特和黎查伊士 之后呢我们还需要有第五队的步兵 是给关羽和斯巴达来穿的 但不过关羽斯巴达现在没有满级 也先不去做 接下来我们继续做 应该还是可以做很多的 兴起了步兵装备之后呢 我们可以把之前的一些装备全都给拆掉了 除了之前的冥门之盾 如果不是专属我们就可以直接拆 他刚才用不上的一些换下来的蓝色装备呢 都给分解掉 那如果材料不够的话 我们是不优先做金色装备的 是优先做紫色装备 这种装备因为是分解的话 不会有材料丢失 我们要无限次的去刷这个紫色的材料 所以我们先把一个金色的装备套装呢 先放在一边 回来看一看继续更新我们的紫色 兔兵的鞋子和一些公兵和骑兵的装备 这边呢做出了一个传说的图纸 还弹出了一个 笔包 让我们去可以拿到四个 这个传说的材料宝箱 一会我们回来再来看 那么有了专属的 图兵脚步呢 我们就可以把之前的换下来 然后再把这个紫色的分解 再继续看可断罩里面 可断罩的话 我们可以来再做一个喀罗拉克签讯 还是没有出专属 由于卡洛拉克的图纸呢 我们还可以再做一个 所以我们把刚才做出来 没有专属的再给分解掉 重新做一次 最后一次呢 还是没有出专属 那我们现在武器里面 只剩下一件是蓝色的了 剩下的话 现在应该都是布兵紫色的装备 卡洛拉克的话 还有一个 明门之盾还在身上 我们要刷新一个专属的明门之盾 以及头部 黄蜂战盔的 一个专属 那么接下来 紫色和蓝色有需求的装备呢 我们都已经刷新完了 就可以来做我们的橙色装备了 首先西奥的龟图呢 可以做一次 我们先来做一下 西奥的龟图出了布兵的专属 那么经过今天短暂的装备更新呢 我们现在是一共做出来了四套 布兵的装备 那接下来这场战斗的野战呢 我们应该会有比较大的优势了 首先就是理查一式的一套全套紫 有两件专属 然后查理马特 换套紫箭 然后一个西奥的龟图脚 加上一个明门之盾 这边武器的图纸不够了 要不然的话 我们应该是可以把这个明门之盾换掉 第三套呢是亚历山大的 也就是我们目前更新过后 最强的一套布兵装备 整套布兵装备有四架 紫箭和两架橙色的装备 其中呢有四架都是专属 这个手部呢我们脸比较黑 一共做了五个 没有一个专属 今天不过比较幸运啊 出了一个西奥龟图的专属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步兵的脚步 基本上就是毕业了 然后最后第四套 一个哈拉尔三式的一套装备 没有特别成型 有三个紫装和两个蓝装 其中呢蓝装的胸部和紫装的腿部 是一个专属 那接下来的计划呢 我们就是准备 攒一攒材料 来做我们的无风匕首 和永恒帝国之盾 那么永恒帝国之盾呢 就可以把之前蓝色的装备换下来 也就是说我们步兵 彻底基本上摆脱了蓝色装备 完全是一套金色装备和紫色装备了 而由于我们做出的西奥龟图 一个专属 西奥龟图的话是加8% 和一个专属的加成30% 这要比我们的套装还要好的 所以基本上我们的步兵 脚步已经毕业了 那最后呢 在我们放弃之前 可以再回到我们的装备宝箱 来开出来 510个水晶钥匙 看看有没有机会 再做出来新的一个装备 刚才差点忘了 这边材料的话开出来不是特别多 装备的话可以看看有没有腿部 腿部有17个 好8个手 我们是可以看一下有没有更新我们 刚才很遗憾没有开出来的专属 那我们再尝试一次 这边正好刚刚材料够用 可以让我们去再做一个赛特的残暴 终于是出了一个专属 那么冥冥之盾呢 我们也是可以再尝试一次 然后会不会出专属 哎果然出专属了 这边呢就是以一个非常完美的形式来结束了我们今天的装备打造 这边呢我们做出了完转整整的一套 紫色加上橙色的专属 唯一的缺陷呢就是有一个暗月影声 现在目前是没有专属 要差两个视频 那么我们现在整个所有的步兵呢是应该已经 基本告别了蓝色的装备 还缺一个狂风战盔 狂风战盔的话缺材料 我们可以把灵魂之盾给拆掉 然后来尝试一下会不会出 狂风战盔的步兵专属 很可惜没有出 没有出的话我们 把它分解掉 再做一次 还是没出 还是没出我们图纸还是够用 我们可以再重新做 做了三次 给一个专属吧 哎 给了 今天这个装备做的十分完美啊 那么最后呢我们把可以合成的图纸 简单合成合成 因为我们其实这个普通的图纸有点多 我一直希望莉莉丝能把这个普通图纸去能换成蓝色紫色或者橙色的图纸啊 目前这个功能还没有开放 OK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我们断到装备的全部内容 那么接下来这周呢就是关期开放 又是一场大战即将爆发 而我们呢就会用这一套最强的步兵装备 去冲在前线应用杀敌 那么各位小伙伴敬请期待 OK那今天内容就这么多 我们关期开放之后呢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